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非得要死抓着那个什么做人原则居然千里之外呢 你这么忙 真用不着专门去给我买手机 我那旧的还能用呢 我让同事在网上买的 手机壳我都给你买好了 跟你之前用的一样 你把那旧的换给我就行了 你就用新的呗 我那个手机也是刚换的 没用几天的 挪个地儿 任任 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我大老远给你送个手机来 你就让我吃这个 我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吗 需要营养 我都给你加了个蛋呢 我谢谢你啊 妈 试试看 顺不顺手 我这一换手机啊 他们更坚信 许永宁的四千万肯定在我这儿了 管他们呢 你就是一直用旧手机 他们会相信你没钱了 对了 你怎么看起官司资料来了 高峻呢 他什么情况 昨儿也顾不上问他 他真要走啊 好 老师交代 你们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嗯 苏文 我现在真的挺矛盾的 矛盾什么 你呀 就是自寻烦恼 我觉得高峻说得挺对的 你们都是成年人 做什么事 心里都有数 又不是什么欺骗利用 你为什么非得要死抓着 那个什么做人原则 居然千里之外呢 任高峻 现在是心甘情愿地想帮你 他自个儿乐意 他帮了你 他有成就感 有快感 这些都源自于他的付出 而不是来自于你的回报 可是我不想 你不想什么 他又对你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人家媒体吧 那你怕什么呀 我不想欠他的 姐姐 人活在这世界上 混的就是一个人情债 不是你欠他就是他欠你 这你都不明白吗 好了好了 快吃面吧 面都要坨了 那么用心给你煮的 手机盒怎么这么重啊 谁知道呢 现在卖的东西啊 盒子都越做越好 搞得好像比里边装的东西还值钱 装了得了 不能扔了 万一以后还有用呢 收起来吧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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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